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间红色框处的部分就是目前阿里云对外提供的存储产品服务 包括了大家非常熟悉的OSS对象存储和NAS文件存储等等 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阿里云存储产品横向与阿里云其他产品 比如容器 大数据分析和ECS等天然打通 纵向阿里云存储产品以拓展形成社交 娱乐 手机相册和物联网等行业解决方案 可以说阿里云存储产品已经成为云计算服务的基础设施之一 为了满足全球各行业客户上云的需求 目前阿里云存储已经提供全球18个可用的旅诊 客户可以结合自身业务发展的策略 选择对应的服务器 同时阿里云也在持续提升优化技术架构和产品的性能 在最近几年的干特的权威评估中 阿里云存储的得分也在不断提升 可以看到2018年的评估中 阿里云存储已经处于挑战值的区域 这也是业界对阿里云存储的肯定 下面我们来看看对象存储的应用场景和解决方案实践 OSS对象存储是阿里云自研的分布式存储服务 非常适合于存放视频 图片和日志等非结构化数据 单个文件最大支持48.8TB单账号 可用存储空间海量 具有稳定可靠 安全和高性能等产品的特色 对象存储有三种非常重要的类型 大家在使用对象存储时需要重点关注下 大家可以根据文件对象的访问热度 选择对应的存储类型 比如您的文件是会被频繁访问 建议显用标准型存储 如果平均一个月访问一到两次 则建议使用低频存储 如果是极少被访问 建议使用硅档存储 阿里云存储支持对文件对象做生命周期的管理 在OSS控制台配置相应的策略 既可以实践 存储类型的转换和文件定期的清除策略 那么对象存储可以应用到哪些场景呢 这个大图是我们对OSS用物画像的总结 可以看到从饭娱乐到视频监控到图片到游戏都有大量的实践场景 下面我们积极看看阿里云对象存储在重点场景的应用架构 第一个是音视频领域 我们知道直播业务这几年一直很火 直播业务涉及大量的音视频数据和多媒体数据的存储 国家监管部门对这些数据要求做监管存储 因此OSS与视频做了结合提供RTMP推流和MTS转码服务 直播摄像头可以通过RTMP推流把视频存储在OSS 观众观看时MTS服务可实现把视频流转成SFS格式 同时为了保证内容的安全合规 OSS还提供内容安全监测 对视皇设政的内容第一时间做敏感处理 为了降低运营成本 可以配置生命周期管理 把视频流做归档处理 我们再来看看安排领域 这几年IPC设备市场销量持续上涨 为了提供差异化的服务 云存储录像服务逐渐成为核心卖点 而OSS在之背后也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 IPC设备方便调用OSS ListFood API 轻松地实现监控视频录像 存储到OSS 客户回看录像时 通过API或SDK调用 从OSS直接获取视频文件 整个架构非常轻量和快速上手 在阿里云官网OSS帮助文档中也有对应的代码案例 大家需要的可以详细了解 下一个常见的场景是云像册类产品架构 这类产品也是非常受欢迎的互联网应用 在架构上 我们可以把相册的上层应用 部署在阿里云ECS上 图片视频数据的存储 可以直接选用OSS 并且可以充分利用OSS图片处理 媒体管理和视频转码等 后端能力 让相册更智能 这里重点介绍一下 对象存储的智能媒体服务 阿里云对象存储 基于原数据管理和数据处理算法 对OSS对象存储中的图片 文档视频数据 提供文档转换图片标签 和人脸识别的智能媒体管理能力 基于这个能力 提供了对应的API 客户可以实现网盘 云像册和视角图库等等的上层应用 举个例子 大家可以把图片尝试存在OSS上 在OSS上配置好对应的策略 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 图片对图片细节中的识别 相同的特征的人脸归类 和图片标签属性的标注 下面重点介绍一下 OSS的Select能力 我们知道现实中有很多客户 会把CSV等格式的海量数据信息 存储在OSS上 一旦涉及查询时 往往需要把数据下载到本地 然后借助数据库工具来查找 通过OSS Select 接口 可以在OSS上直接用行 SQL 对数据目标进行查询 便能很快地得到查询的结果 大大的提高了数据的处理性能 从以上的分析 我们可以看到OSS在云计算客户中被广泛的使用 并且能够以阿里云上许多的产品打通 因此OSS贯穿了从数据采集 数据存储 数据分析 和数据消费整个过程 基于OSS的生态能力 我们也提供了通过OSS构建企业数据湖的能力 在一个典型的计算应用场景里面 我们支持把OSS的数据 直接导入到EMR或者Hadoop 做集群分析 得到的结果又可以存储在OSS中 并且可以通过生命周期管理 做归档处理 我们看一个案例 某个气象机构有大量的天气数据存储在OSS上 并且使用了ECS做天气训练模型的算法部署 那么ECS可以直接从OSS起数据用于模型的训练 并且训练后得到的模型训练数据 又可以直接存在OSS上 在做天气预测时 可直接从OSS读取训练模型 把OSS与Pi相结合 大大提高了处理的效率 第三部分 我们一起来看看NAS文件存储 很多同学可能会问 既然对象存储OSS已经可以满足非常多场景了 为什么还需要NAS文件存储呢 首先NAS存储是挂在对应服务器上的 它以操作系统是天然适配的 其次NAS支持共享访问数据 数据一致性方面会有更好 NAS在容器、开发测试、数据库备份和企业应用等有文件共享需求的场景都有大量的应用 其次NAS在访问方式上 它支持通过阿里云的ECS走VPC网络访问 同时也支持从客户机房直接拉专线或者走公网VPN的方式来访问 阿里云的NAS 它在底层上也是基于盘古底层 通过海量的文件系统服务集群为客户提供了高性能的存储服务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应用场景 在容器上 NAS支持以Swarm、Curbanus等主流的容器产品对接 作为容器数据存储 能够满足多个容器数据共享和存储弹性扩展的需求 其次是企业应用的场景 NAS支持按目录做资源配置和前线管理 也支持对接ADE能够很好地满足企业应用的管理特性 下面我们再看下几个例子 第一个是客户日志数据需要给几个服务器做共享存储 并且能够实时地在监控大屏上展示 这类需求往往对于实验要求很高 因此我们推荐使用NAS存储来满足客户的需求 其另外一个场景 我们在日常的开发系统里面 也存在大量的代码共享和实施编辑的需求 往往代码的管理应用会部署在ECS上 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快速实时大倍量的发的访问 这个时候我们也建议使用NAS来搭建整个服务的架构 第四部分我们进入表格存储的课程分享 我们对表格存储做了以下总结 最核心点是表格存储的优势在于对实系数据的存储 并且打通了与其他计算产品的整合 那么什么是实系数据呢 形象的讲 比如因为类的监控数据 状态类的数据都是实系数据 这些数据的呈现与时间是成线性对应的关系 表格存储对实系数据的存储 包括了数据的写入 查询 严数据的检索 数据聚合和分析 这几大块的能力 我们看一下表格存储的这个处理链路 前端数据严高并发将数据记录在表格存储后 支持将表格存储的数据导入至大数据和流计算平台进行分析计算 其中大数据平台支持MassComputer和Hadoop等 最终计算后的结果也支持存储在表格存储中 表格存储的应用场景包括了业务监控 物流轨迹 风控和物联网设备等等情况 我们来看两个例子 对于车载企业来说 有大量的轨迹数据需要采集和记录 这些数据往往存在大并发写入 低延时和业务播风播骨明显的特点 对于这类实际数据 使用表格存储可以很好的满足业务的需求 同时表格存储以大数据产品无缝对接 能够快速地满足企业对于采集后数据做加工 处理挖掘的需求 在实践成本上远远低于自建数据库的方式 第五部分 我们一起来学习混合云存储的应用场景和解决方案 我们知道混合云它是介乎于公共云和专有云的一种产品形态 目前阿里云推出了四大类混合云存储产品 其中包括了用于海量数据迁移的闪电地方 打通了云上和云下数据桥梁的混合云存储阵列 能够提供对业务层面做栽培的混合云栽培产品 以及纯软件形式 实践云上和云下数据同步的混合云备份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闪电地方 闪电地方产品非常适合于 有海量数据需要从线下机房搬迁上云的场景 那么闪电地方的方案与传统的方案相比有什么样的一些差异呢 差异点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个它的效率更高 数据通过闪电地方只需要七天的时间便可以导入到阿里云的OSS上 第二个它的成本更低 相比需要拉通专线或者是邮寄硬盘给到客户去拷贝数据迁移的方式 闪电地方的成本是直接下降了接近58% 第三它的安全性非常高 闪电地方设备是阿里云官方出品的产品 然后我们有非常良好的安全机制 去保证整个服务的流程的正常的运转 闪电地方它迁移的这个数据源呢 既可以是阵列也可以是硬盘也可以是NAS的文件存储 或者是Hadoop的这个存储集群 同时也可以是分布式的存储系统 这几种系统架构上是比较类似的 我们看一下针对分布式存储的架构 闪电地方是怎么样把数据从线下迁到线上的 我们知道闪电地方的设备包括了计算节点和存储节点 其中闪电地方的mini是自带了两种节点的能力的 如果我们需要班前的数据量超过了40个TB 那么我们就需要选择规格更高的闪电地方设备 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客户在他机房提供一台物理服务器 用来部署我们的计算节点 计算节点的具体规格可以参考客户内网 以及客户对网络侦途的要求 计算节点 存储节点 以及客户的分布式存储系统 最终都会通过客户内网的交换机实现互联 而我们之前部署在物理机上的计算节点 或者在mini上的计算节点 他会将存储设备上的这个文件都list一遍 以后他会按照任务数做切分 最终通过内网的交换机把数据写入到闪电地方 那么在整个数据牵引的过程中 一般客户都非常关注业务的安全性的问题 那闪电地方它是通过这么几个方面去保证业务安全的 第一个我们在数据要启动牵引之前 需要客户设置一个客户自己保管的密码 同时我们的数据从节点落到闪电立方存储节点的时候 落盘的时候我们会有个AES256的加密 另外一点闪电立方设备从送运输配送到客户机房 或者从客户机房配送到阿里云机房 整个的过程都是通过阿里云专业的物流进行配送的 整个过程都是安全的这个保证 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个例子 这个客户它线下有十几PP的数据 需要牵引上云 那么我们根据与客户沟通的情况 了解了客户的对牵引时间的要求 并且很重要的一点是客户 他线下的机房出口代官是非常有限的 设备也目前存在Io资源比较紧张的一些情况 结合客户的这些实际的情况 我们为客户推荐了闪电立方的设备 在现场是使用了六套 规格是480TB的闪电立方设备 实现把数据快速的从线下的机房搬迁到了云端 下来我们再看一下混合云存储阵列 图上的这三款设备 CS2000、CS3000、CS5000 分别对应了我们不同规格的阵列产品 大家可以看到上面有些数据 852Drivers、856Drivers、1680Drivers 这些其实都代表了设备对应的一个性能的参数 同时下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它的IoPS和 和这个读写的一些 存储量也是在逐步提升的 混合云存储阵列非常适合于做本地存储的扩容 同时也能够把数据快速方便的同步到云端 也就是说如果客户本地需要存储设备的扩容 那么存储阵列也是能够完全可以满足客户需求的 就当作是一台存储设备的扩容 同时客户如果希望把本地的数据定期的或者时日的往云端去同步 那么存储阵列也可以满足客户的需求 那么对于云端 混合云存储阵列之时 把本地的数据送到OSS对象存储和NAS文件存储中去 那么对于客户本地 阵列可以对接客户的ISGAS SMP或者NFS等丰富协议的应用 能够从客户的直接对应的业务系统里面去 获取到对应的数据 并且把它送到云端上去 同时阵列还支持云缓存和云同步 这两种数据的同步的方式 下面我们重点看一下 混合云存储阵列的几个典型的场景 第一个场景是云备份 在这个材料里面的架构图上 我们可以看到 备份的服务通过内网 持续地去往混合云存储阵列去写数据 同时混合云存储阵列 通过互联网通过连接线路 把数据同步地去往云端去同步 在云端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可以使用到OSS的3AC能力 把数据往三个可用区去写入 这样的话可以极大的增强业务的安全性 同时我们也可以打开 跨期复制的能力 把滑动一区的这个数据 定期去同步到滑动二区 这样的话相当于我们的整个备份的安全性 是非常高的 第二个是云荣灾 云荣灾的场景 本地服务器 应用系统的快照 是写入到了阵列 然后通过阵列是同步到了云端 的NAS和OSS 并且我们可以看到 在云端我们可以使ECS 去共享读取 NAS上的这个快照文件 然后可以把对应的业务系统在ECS上运行起来 这样的话相当于云上的这套业务系统 跟线下的这套业务系统 形成了一个荣灾备份的一个形态 第三个典型的场景呢 是本地存储和云端多版本的备份 一方面呢 阵列 它可以作为本地的存储设备 也就是说 本地企业的应用服务器 数据库应用服务器 可以把对应的数据往存储阵列去写 此时我们的阵列可以显用 像SaaS的那种盘 或者是这种 快存储的盘 或者是SSD的盘 同时呢 就是我们知道本地存储的设备 可以定期的把数据往云端去同步 我们可以看到 在对应的云端的话 我们一方面可以做生命周期的管理 这样的话可以为客户 解决成本 以及我们也使用了3AZ的一个能力 把这个多版本的数据往三个不同的可用区去写 以及把数据往不同的区域去同步 这样的话整个的架构的安全性也是非常高的 下面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这是一个 医院的一个例子 我们知道一般的三甲医院呢 他们一般都会提供像核子共振 像B超 或者像CT等等的这种医疗影像的服务 而提供这个服务的核心的系统是PAC系统 PAC系统的背后会挂在一个存储的系统 然后一般的医院运行几年以后 PAC系统后面挂在存储系统往往会面临设备老化 或者是需要扩容等等的需求 那么在我们这个case里面 客户的这个PAC系统也同样面临着老化 需要扩容 需要把数据往另外云端上去搬迁 这样的一个需求场景 那么针对客户的这个需求 我们制定了解决方案 具体是对于PAC系统原来挂载的那套存储系统 我们通过闪电电方设备 把其存量的这些数据往OSS上去迁移 同时对于增量的这些数据 我们在本地放了一套混合云存储的阵列 然后把这个阵列设备直接Mount到PAC系统上面去 然后让PAC系统的新的这些数据就直接往混合云存储阵列去写 同时混合云存储阵列也会按照既定的策略把数据往云端去同步 这样的话既实现了本地PAC系统的一个设备的一个扩容 同时的话也把老的这套存储系统上的数据 及时的往云上签 解决了老的存储设备的一个隐患风险 这个案例在我们平时中也是非常多见的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混合云栽备产品 图上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两款阿里云的混合云栽备产品 HDR1000 HDR2000 从外观上看HDR2000的规格更大 它是一个两优的一个设备 那么除了这一块以外的话 我们也他们两者的一个区别在于说 他们支持的这个服务节点的数量 以及存储的数据量 还有就是数据的吞吐量 都是不一样的 能够满足不同的这种荣灾备份场景的需求 在正式了解荣灾备份产品之前 我们来扫描一下传统的荣灾方案 它的特点 我们知道 荣灾备份 它其实不是一个全新的概念 在早些年的时候 市场上已经有非常多对应的解决方案 那么仔细分析下来 这些已有的解决方案 他们 他们的这个大概的存在的问题的话 主要总结一下 包括了比如说 他们要部署整套的这个荣灾备份的方案 可能需要涉及到非常多的服务器 非常多的license 然后整个价格会比较高 并且实施的复杂度会比较高 涉及到不同系统的偶合 而进而会导致整套系统的运维难度非常大 然后部署完以后 其实给运维的人员也增加了不少的负担 针对行业的这些痛点呢 阿里云推出了我们对应的荣灾备份的产品服务 从架构上 我们可以看到 滚合云栽培产品呢 它包括了以下几个组成部分 第一个呢 是部署在客户本地机房的滚合云栽培一体机 这台设备的作用的主要是 按照我们可以在上面配置好策略 配置好 我们需要去保护备份的这些节点数量 这节点数 其实直观的理解呢 就是你需要去备份哪些应用系统 服务器或者是数据库 或者是C机物理机等等等等 荣灾备份一体机呢 会定期的从刚才说到的这些物理机 C机数据库上去抓起这些备份的数据 然后经过荣灾备份一体机 做对应的压缩重删等等处理以后 那么会送到云端 云端这边呢会有对应几个模块 第一个的话是云栽被库 那云栽被库的话 主要是用来存放云栽 荣灾备份一体机送上来的备份文件 同时云上呢 还有一套这个服务的控制台 这套控制台呢 能够全面的去监测 我们整套云栽被份服务的运行的一些状况 还有云上那些资源的消耗情况 另外一个还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就是一旦要是发生了故障 或者是意外 需要去启动这个在云栽服务的时候 那么在控制台上可以实时快捷的做一个操作 另外一个云上的模块呢是 荣灾恢复网关 这个荣灾恢复网关的话 它会根据控制台的一个操作指令 去响应 什么时候要把这个业务 拉提到ECS上进行运行 并且呢 在云下的这个业务恢复以后 那么荣灾服务网关的话 会把这个ECS上的数据又同步的做备份出来 并且会通过这个传输线路 同步回到荣灾备份一体机上去 由荣灾备份一体机 同步到对应的这个应用系统 或者是数据库 或者是服务器上去 然后在线下又重新把业务恢复起来 那我们阿里云的荣灾备份产品的话 它的平台上是支持了像VMware Hop-V物理机和心理机等等的 这个硬件软硬件平台 同时呢也支持了像Windows Linus这样的一些操作系统 同时呢荣灾备份产品呢 它能够对这个 这个Circle Circle Server和Oracle 这些数据过做备份 然后它有一个 它有Failover和Failback的一个机制 这主要是说 如果是本地机房的数据 本地机房的服务出问题的时候 能够在云上ECS上 把这个应用快速的起起来 或者说 线下的这个业务恢复以后 那么对应的这个备份数据 可以从云上快速的恢复到本地 对于荣灾备份服务 我们的客户非常关心效力和安全的问题 我们从图上这整条链路上来 我们可以看出 当数据从客户本地的这些物理机 C机数据库上抓起 进入到荣灾备份一体机以后 会经过重压挫和这个安全AES256加密的处理 最后才会最后送到云端 有11个9可靠性的 这个荣灾备份库上去存储 我们知道在整个链路环节里面 数据的重删压缩 有助于减轻 荣灾备份的数据 在线路传输的时候 对带宽的要求 同时AES256的加密 也能够实现这个数据文件 在公网传输的时候的业务安全性 同时云端的荣灾备份库 数据的存储的容量是海量支持的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荣灾备份的典型用场景 第一个是用来做本地的备份和云备份 那么栽备一体机 针对内网的应用服务节点做备份 一旦数据本地的服务节点有异常时 可以通过栽备一体机快速的恢复 也就是说本地的这套栽备一体机 它存放了 就是我需要备份节点的这些备份数据 一旦本地的这些业务节点有问题的时候 可以快速通过我这台栽备一体机上的这个备份数据 去恢复应用 同时每一台栽备一几机又会把数据同步到云端 一旦本地机房出现重大故障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在云上快速去把业务恢复起来 然后在线下机房没有恢复起来之前 我们在云上可以把业务系统对外提供服务 这样的话可以让客户的业务的损失降低到最小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两个案例 第一个是一个跨国的连锁酒店 我们可以看到图中客户本地的话是有物理机 然后同时的话物理机上跑的是客户在客房管理的系统 或者是酒店业务系统对应的一些服务 同时还有一些Orlaco的数据库 那么由于客户是一个集团型的客户 所以他们对业务系统的安全性要求非常高 然后要求能够能够借助云计算能力 对业务系统还有就是应用系统数据库直接做备份 那么他们每个分店的这个数据量的话 大概是三个TB数据量不是很大 那么我们分析了整套客户的业务结构以后 那评估认为我们可以在客户的本地机房 部署一套HDR1000的设备 然后能够定期的去把客户的这个数据 往云上去通过 另外一个客户是制造行业的客户 这个客户的话 他们本地的本地机房 大概会有像Circle的这个数据库服务器 还有像CG Hyperway的一些CG 客户的话是本地的这个数据量 需要同步的数据量大概是有30个TB 那么客户的核心诉求的话 也是希望这些本地的这些应用服务器 数据库能够在云端上做个备份 一旦发生业务故障的时候 能够在云端快速的同步起来 那么经过我们的分析 我们认为在现场部署一套HDR2000的这个设备 即可满足客户的需求 最后我们看一下 荣灾备份服务 荣灾备份服务跟刚才 荣灾备份一体机 它的最大的差别在于 荣灾备份服务是一个纯转件的服务 它运行的时候需要在客户本地的机房 部署对应的荣灾备份的应用 然后本地机房是没有对应的硬件设备了 然后可以通过这个荣灾备份的应用 把数据把本地机房的需要备份的 这些节点的数据往混合员备份库去同步 整个架构的是非常轻便的 我们来看一个案例 这个也是一个制造业的客户 客户的需求的话 他们在他们对应的这个网点 会有对应的这个文件服务器 然后是部署在物理机上的 那这些文件服务器上面的数据 对于制造业客户来说 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些生产数据 那客户是希望说 这些数据能够备份到云端 做一个就是安全备份 那我们了解到客户需求以后 给客户部署了这个我们的云备份库 在本地部署 然后这些数据能够定期的去同步到云端 做备份归档 最后我们总结一下 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就是阿里云混合云存储解决方案产品 这是一个总体的概括图 大家记住几个核心的点 就是海量存储数据迁移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要想到用闪电力方 第二个呢 如果是客户本地的这个存储空间需要扩容 同时呢 他也希望把本地的数据也能往云端去同步 那这个场景下 我大家要能够想到混合云存储战略是能够满足客户需求的 第三个场景呢 是如果客户有业务系统的备份 还有就是希望能够在云上做恢复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混合云栽备 容带备份一体积是能够满足客户需求的 最后呢 如果客户是应用和文件类的这些数据的纯备份 并且呢 客户不需要有硬件设备的一个投入 那么我们有混合云备份服务 可以轻量快捷的去满足客户的需求 我们来看一下第六部分 函数计算应用场景及解决方案 左右两个图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它分别对应的是传统的这种软件架构 以及最近比较火热的serverless的架构 从这个图上我们可以直接直观的比较明显的看到 右边serverless的架构 它的这个层级 还有服务之间的偶合度会更小一点 然后概括的讲 serverless的架构的优势 就是轻偶 松偶合 然后业务之间它的偶合度是比较小的 第二个它是按量付费值勤的 客户用多少 我们收多少的费用 同时的话它有个非常明显的优势 就是是所有的资源都支持弹性的扩充 你客户无需要为业务的拨风和拨股提前去准备或者是调配资源 然后既然客户不需要提前去购买或者是去释放对应的物理资源 那么客户那么运务人员就对应的不需要去维护对应的硬件环境 然后进而呢它整个的资源利用力是能够达到百分之一百的 还有以至相对应传统的软件架构它的重点是非常明显的 凡数计算呢也是基于serverless架构实现的 那么它可以用的场景的话非常多 以重点的话比如像业务需要敏捷性的做开发扩容还有升级 同时呢以事件触发为的契合点去念合其他的产品的这种场景 也是适合函数计算的 另外的话就是业务负载上有非常明显的这种拨风拨幅的这种场景 也是非常适合函数计算的 整个函数计算的特点包括了 函数计算呢是无服务化的就无服务器的这种架构 同时它所有的这种动作呢都是事件触发的 以及所有的这种资源呢都是超弹性的 就是按期提供弹性的扩容 另外一个呢它是整合了不同的产品 然后它是一种粘合器 同时的话它的机费呢是按照毫秒里的这种机费的层级的 函数计算的核心优势除了刚才提到的 除了刚才提到的那几个点以外 那么这里还包括了就是高可靠性 功能完备性以及安全等等几个方面 最核心的话是函数计算的 开发指呢是只需要去关注它自己的业务代码 并且业务代码的话是运行在云端的 这种整体的这种业务设计的话是极大的解决了我们开发指 而让开发指呢可以去计较更核心的业务问题 能够为它的客户去创造更大的价值 所以围绕起来谈数计算的话 它的整个的应用的空间还有广度是非常可观的 这是一个非常标准的service的这种架构 你们可以看到通过前单的这种事件员的这些三个动作 比如说对象存储为例 它的一个非常典型的动作就是我的数据是否成功的写入到 Oasis对象存储里面去 一旦写入到我的对象存储以后 那么我就去触发调用函数计算 比如说我写入了一个图片 那么写入成功以后 那么我去触发函数计算 去对这个图片做图片的裁剪 或者是格式的转换 这个就是函数计算非常典型的一个应用场景 当然刚才提到的这种处理的动作的话 其实是包括了非常多的 比如说像格式的转换文件的检索 继合衰选 ETL 还有就是像在线的一些写习等等等等 都是可以作为函数计算出发动作的 那么我们来分析一个案例 这个案例是一个人工智能的公司 它的大数据处理的这种应用场景 然后客户的话是有海量的数据 存储在海量的这个媒体数据和日识数据存在OS上的 并且的话 客户希望能够对这些存入的数据快速的做日识分析图片的这种打水面 以及视频文件的这种转码处理操作 如果是按照传统的这种处理方式的话 那客户可能给在ECS上去部署相应的这个服务 然后通过ECS去OSS去拿这个数据 拿完以后在ECS上进行对应的图片的裁剪啊 格式的转换啊 或者是日识数据的分析啊等等这些动作 那么在各个ECS上做完以后 再把这些对应的数据存储在OSS上 那么这是以前的做法 有了函数计算以后 那么这些数据往OSS里面写 一旦写入成功以后 即可出发函数计算去调用 比如说相应的日识服务的这种能力 然后调用图片打水印或者是渐染的这种能力 还有图片转码的这种能力 然后快速的去满足客户 他需要对应实现的这些操作 整个架构实现看来看起来 整个架构实现下我们可以看到 体现的函数据上几个点 海量随机还有高效 好了 第七部分我们最后一部分我们来看一下日识服务 我们知道对于任何一个业务系统或者业务系统来说 都会有日识数据信息的存在 那么对于这些日识数据信息 如果挖掘的好的话 对于我们提高运维的效率 还有有效的做产品运营分析 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 那阿里云的日识服务的话 是以阿里云自身的产品 比如OSS MassComputer EMR 都做了对接 同时的话 也跟开源的设计做了完整的对接 比如说像Docker Driver DockerHub Library 这些的话都是目前已经跟阿里云的日识服务做了对接 整合 那么这些都可以满足海章日识信息的处理分析 我们再来看一下日识服务的几个能力 第一个呢是LogHub LogHub的话 是通过把这个ECS或者容器等等 这些 这些实时的日识 接入实时的日识数据 同时呢 这些能力的话也跟我们实时计算 还有就是服务对接 能够为 能够提供专门的这种SDK或者API 定义 那这个能力的话比较是可以 像做数据的清洗 然后监控的报警 还有是机器学习跟计算 第二个的话是Logger Shipper 对接 数据仓库 而这个场景的话 以它支持 压缩 还有自定义Passion 等等的存储方式 然后并且能够 把日识的这些中枢的中流数据 投到存储类服务中去 所以它非常适合于 数据仓库 数据分析 还有审计 这些场景 以第三个能力的话 是Log Search 或者Enlight 这四个 也就是查询 也实时分析 然后它的解决方案上的话 包括是对流的数据做索引 能够提供实时的查询 也分析 所以的话它非常适合于 日识数据的实时分析 还有就是运营跟客服系统 这几种能力的话 对比下来它们各有所长 比如说 比如说Log Shipper 它的统计的分析能力比较强大 然后Log Hub 它对实时性是有明确要求的 以及的话 比如说像Log Search 它对实时性跟查询数 速度都有要求 并且它的查询能力比较强 那么我们可以根据 我们的利用场景实际的一些诉求 来做对应的一个选择 日识服务的话 它跟不同的产品做了打通 然后跟不同的产品做结合的时候 它可以在用在不同的场景下 比如说 日识服务跟Spark 用结合在一块的话 可以做实时的计算 那么跟表格存储 对上存储 结合在一块的话 可以做树双 计算 这些的话 大家平时在应用中都可以 结合起来使用 最后我们看一个按钮 这是一个集团客户做实时监控的一个需求 客户最合金的需求的话 是希望能够对业务系统做实时的监控 客户需要做方案的显行 此处客户可以使用传统的这种开源的方案 但是它需要涉及在ECS上去部署 对应的服务 并且多个监控系统之间要做集联 以及会涉及到多任务的执行 整个认为的成本会比较高 最终的客户对比之下的话 而是使用了阿里云的日识服务里面的LockHub 和LockSearch的一个能力 把日识服务分析计算的实验压缩至分钟级别 并且解决了Matrix和Tracing的这个需求 最后是搭建了一套非常高效 还有就是非常简洁的这种日识服务的能力 好的最后感谢大家 非常感谢 再见